平动版小指 叶少渝 你怎么在这里 不好意思 联合总监 十位余据了 公司规定 在办公室 是不可以营救的 什么 不要那么死板嘛 现在公司里又没人 对吧 话不能这么说 关心上司的身体健康 也是下属的工作 因此 我还给您准备了这个 这是我为您特制的健康药液 我给它取凌胶 跨过江河大海 我在暴风雨里会缓暗 您就尝一口吧 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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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疯了 你快来救我吧 赶紧过来 凌虎总监 原来你在这里 是你们啊 你们不是已经 下班了吗 还没回去啊 凌虎前辈 我就不跟你绕圈子了 请您立刻停止颜养品的项目 然后 让客户部恢复正常 取消定点下班的规定 就算有没完成的工作 也不可以交给叶经理 哎呦 怎么可能嘛 你也知道这样不现实 对不对 哼 上次从某个公司回来以后 我们暗自做了调查 这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 是房屋租赁 婚庆策划 根本就不具有保际明 开发的资质 而且 这家公司已经停业五年了 最近才被一家公司 重新收购 员工人数 资金数 根本就查不到 也就是说 这根本就是一家 皮包公司 嗯 皮包 皮包公司 嗯 事实上 我们又去了一趟 魔鬼能量公司 办公室里面 已经空无一人了 不可能的 你一定在乱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 一直以来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们公司虽然黑心乱来 但跟其他公司合作 不可能连基本调查都不做 这个项目一直是你在做 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 灵狐前辈 嗯 您回总监 嗯 请您说实话 这件事情背后 隐藏这么大的隐患 再这么下去 不光是你 还要叶锦灵 都会 我还以为你们在吵什么呢 哎 哎 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 陈副总 杨哥 现在的发展 对我们不是很厉害 知道 刚刚的事情 是真的吗 灵狐完裤 糟糕了 本来想先攻陷灵狐完裤 再挖出证据 去搞发陈副总的 我 灵狐总监 完蛋了 灵狐总监 你在说什么啊 不行 必须马上终止合作计划 合作计划 黑丽堂 黑丽堂资助了魔鬼能量公司 用来山产银洋品的资金 两千万 两千万 确实如此 对方既然是皮包公司 办公室又没有人了 看来 他们是卷款逃跑了 灵狐 当初 是你说你会负全责 我在相信你的 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情 你打算怎么负责呀 不对 不对 是你说可以的 是你说魔鬼能量公司 可以信任的 就是你让我当总监 我才帮你干这事情的 灵狐总监 你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你的说法 比如摆着黑字或是录音什么的 证明是什么总监做的 没有 你们不要白费力气了 像他这种活在幻想里 自以为是 看不清现实的废物 谁还会相信他这种话呢 像他这种人 走到哪里 都会被人利用完 像垃圾一样的 踢开 我相信 什么鬼啊 叶静 你怎么打扮成这样 犹豫掉到楼道里了 所以我简单打扫了一下 又来了 整天在做些奇怪的事情 虽然灵狐总监是一个很容易得益忘形的家伙 但是我认为以他的能力和智商 他做不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是专程跑到这里来说这些废话的吗 难怪这不瞎教你交代 不瞎样子 我就不要白费力气了 我早就猜到 你们在查我了 还想通过灵狐抓住我的把柄 真是可笑 还有你 叶 什么呢 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让灵狐煽动员工压榨你 是我的主意 看你这副马上猝死的鬼样子 居然还有空查我 还想找证据告我 我今天就把你们全部开除了 其实我这次来 是为了找您的 陈副总 你怎么会有这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曾经追过一名女员工 后来 还迫使她辞职 你们在一起之后 你又让她办了这张卡 用来做不法交易 什么 所以你一开始就计划着要吞掉这两千万的投资款了 你放屁 你们有什么证据 证明这张卡是我的 你每天都在加班 怎么有空去查我 老婆看 这卡里是你老妈的退休金吧 超额的工作量 可是加减不 别开玩笑 再说 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 你怎么会拿到那张卡呢 这恐怕 是您自己造成的吧 陈副总 您在有了这位女朋友后 还继续在外面沾花惹草吧 她让我转告您 她不想再帮您隐瞒这些事情了 你想怎样 告我吗 我可是你的顶头上司 我的能量超乎你们的想象 你们这些 只会出卖血汗 对上司摇尾起怜的下属 非常抱歉 虽然我是一名下属 但是我并没有意愿 跟一名丧心病狂的罪犯上司一起工作 别跑 你 没能进入董事会 就要为了卸份 能用公款 这也太扯了吧 好在灵狐已经洗清嫌疑了 好了好了 不要闲聊了 你们都不工作吗 赶紧工作吧 又要回到无聊的工作状态了 我还是早点换工作吧 这次他真的很努力呀 这次他真的很努力呀 还主动来问我 如何可以偷偷了解魔鬼能量公司 我绝对不会给两位添麻烦的 拜托了 拜托了 最后 还是叶经理一个人搞定了一切了 虽然我们吵吵扬扰 但还是什么忙都帮不上 可以 上班时间发什么呆呢 叶森林 我叫去工作 你如果振作不起来 我可是会很困扰的 这次时间 消耗了我不少的体力 我们必须继续努力 赶紧把所有的事情 弥补回来 时轮 是不可能一个人滚动的 这句话可是你说的 接下来 我会做一个新项目 你 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吗 好 能帮上叶经理 真好 叶森林 经过这次的世界 叶森林的工资 发现又提高 这就是现实越被炸压 越会变得强大 是毛皮房 材料也很简陋的样子 为什么我们要来这团结啊 不要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对啊 明明是中了 大家都去探亲了 为什么 我们要来鬼屋啊 看来 是丧尸主题的 啊 我不要 我要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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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可以 你过来踩一下 可以可不可以不可以 不要 不要离开我 你不要离开我 回家 我要回家 想回家的话 你得先从这出去吧 开心 我要被你擂死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们上班已经够刺激了 为啥要来这儿寻找刺激 你们要么过来踩一下 要么去检查尸体 你们两个二选一 你不要 我不要 我要回家 这也太假了吧 看来这部分的设计很无聊啊 客人 居然在这里吃起了橘子 先别管这些了 我们还是先出去比较重要吧 虽说是迷失逃脱 但是据说这里的招牌项目 是鬼追人 目前看来 我们的体验感 怎么说呢 好像很差 鬼鬼追人 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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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 哎呀这么便宜的鬼屋怎么可能真的有鬼呢 而且如果我们在高端鬼屋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聊天呢 对吧 嗯 说得很有道理 好像和想象中的 不太一样 啊 啊 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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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不起 真是不好意思 真是不好意思 我们鬼屋很久没来客战了 工作人员有点业务生疏了 不是业务生疏这么简单的吧 没能给各位带来好的体验 真是不好意思 你这位朋友看上去有点奇怪啊 是啊 超级奇怪 一觉醒来公司奖励的版人由突然变成 和叶经理的鬼屋叹息 现在还发生这样的意外 而且 一直盯着这个女鬼看到底是要干什么 叶经理 你 你要干什么 你 你不用动手动脚了 果然 叶太 白莹莹莹 白莹莹 好久不见 你 你别过来 你 你别过来 你 你们是谁啊 她就是我 很久以前的 同事 是黑力堂的同事吗 你 你 你们是黑力堂广告公司 她 哈总 你鬼屋改造的案子 我们公司决定接受了 请放心交给我们吧 还真是笑语精神啊 提前没有通知 就以客人的身份前来体验 实在是抱歉 但这也能更切实地 发现鬼屋的运营问题 合同 已经按照您的意见 修改好了 以后 我就是项目的负责人 这是我的名片 我其实 也就是随口自学自寻啊 好 叶经理已经在那站了很久了 从鬼屋回来以后就变得怪怪 如果叶经理和葵小姐是同事的话 叶经理是八年前来黑一趟广告公司工作的 那某葵小姐应该是前后时间的吧 你说他们俩会不会是 你是说办公室年轻 你不觉得奇怪吗 像叶经理这样能力强 长得也挺帅的优质精英男 为什么会每天住在办公室不回家呢 你的意思是叶经理和葵小姐曾经 听说你们两个人谈恋爱了 原本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办公室恋情是禁止的 你们两个人必须有一个人辞职 我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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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好感人 明天我就递交辞职信 感谢老板的栽培 علي 不对啊哥 叶经理辞职的话 我们的命运就不是这样的咯 嗯 你说的有道理 那就是 听说你们两个人谈恋爱了 原本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办公室恋情是禁止的 你们两个人必须有一个人 辞职 我辞职 真是好感情 明天我就递交辞职 盈盈 受益 就这么定了 工作是你的生命 你不能放弃的 盈盈 少语 盈盈 少语 盈盈 少语 你们在干什么 没什么 叶姐里 那个女鬼小姐姐 是不是你前提有啊 嗯 你们在想什么呢 她只不过是我的前同事 可是她看你的反应那么强 明天上班之前 把鬼屋父亲的调影交给我吧 啊 杨哥 要不我们去喝一杯 不了吧 我还有事 先回去了 这个男人 肯定背地里又在做什么奇怪的事情 你 你也看出来了 觉得她没有问题 走吧 走吧 差不多了 小心他 你们就这么好奇我和他的关系吗 为什么 业绩里的工作热气似乎超出了常人 所以我们想是不是 失恋导致的 荷尔蒙缺失导致的 需要依靠风控工作来缓解一下 真是否有想象力的年轻人啊 其实我跟你们一样 也很奇怪 为什么白音音看见我 就像看见鬼一样 那你 那你也不知道 那就是他离职之前的骨位 这么多年了 那个角落好像被人遗忘了一样 变成了垃圾角落 在鬼屋的时候 当我听见他说对不起时 突然仿佛想起了什么 所以 从那个时候就发现了 那个声音 那个状态 简直太像了 对不起老板 我在重庆做一份 做什么做呀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真是笨死了 对不起 今年的新人 数你最差劲 你 把桌子搬到垃圾桶那儿去 对不起 需要帮助吗 我最讨厌你这种人 拜拜 见到他之后 许多回忆一下子涌现出来 但在之前 我印象当中 那个地方 一直是涌来对方杂物的 每次路过的时候 并没有感觉有什么奇怪 直到见到他 我突然想起来 我们确实有一位同事叫做白莺莺 曾经 就在这张桌子上办公 就这样草率的被遗忘了 我和他曾经是 同一时期入职的新员工 只不过后来 不是谁都能成为 像叶剑里这样的人 如果是我 我也会辞职的 本来就是嘛 跟叶剑里这样的人做同事 压力肯定会很大 如果不够优秀的话 会被主管嘲笑是垃圾员工 自尊心肯定会受不了 也对 一直被打压 被忽视 到最后 可能真的要找个地方钻起来 才能喘口气 这样想来 女鬼小姐姐真的好可怜 不过我有一个疑问 这跟我们改造鬼屋 又有什么关系啊 是啊 那有什么关系呢 今天也要努力工作 我的小侄伦们 看来 要改造的不只是鬼屋啊 看来 看来这么久 我觉得这个地方更属于城中村 虽然旁边就是城市 但是这个地方 总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所以说 我觉得鬼屋选址在这儿呢 不是一个很好的决定 这里 没什么流量 这里 就算是发传单的 也不会有人来 所以 我建议在策划案上 协商搬走 说到策划案 业经理为什么还没来 你不要告诉别人 是我给你的 那个 虽然不是很清楚你的策划 但 这个鬼屋该才有什么关系呢 哈总 你为什么想要经营鬼屋呢 这个 得从我的童年说起 小时候我家门口的公园 有一个鬼屋 五块钱的毛病 我大表哥周末常常会带回去吧 每次我都想得闭鬼调理 当时我就发誓 我找他 也要开古屋 吓死别人 吓死别人 哈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